關心天氣怎麼樣了 今天兩早 是的 彥迪早安 大家早安 今天天氣是還不錯的 彥迪 好 現在天氣還不錯 其實有一點擔心 因為最近天氣真的感覺起來 又悶又熱 那你說天氣還不錯 是不是代表今天天氣 還會更熱呢 溫度還會再攀升呢 趕快請你來告訴我們 是的 可能就像彥迪說的 今天雨會停下來 但是也因為雨停的關係 吹這個南風 所以溫度會比昨天 還要再更高更熱一些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清晨各地區溫度 北部大概來到14度左右 中南部來到了15到17度 東部地區大概也來到24度 清晨溫度就比昨天 還要再更高一些了 所以今天清晨 感覺上就有一點點熱的感覺 不過今天真正熱了 是在白天的時候 今天白天高溫比昨天更高 北部地區今天白天高溫 有機會來到33度 中南部來到32到31度 東部地區大概來到33度左右 大概除了南部地區呢 今天偶爾會有些雲氣飄進來 會有些短暫陣雨 所以溫度比其他地區來的低一些 不過其他地區啊 都是維持32、33度的高溫 所以今天溫度真的是高的 提醒你在出門 最好都是穿這個短袖 或是一些透氣的衣物 會比較合適一些的 今天天氣好 主要就是受到這個封面離開的影響 我們看到 前一天影響台灣的封面 已經逐漸離開台灣了 所以東一出去 下一波封面又還沒有暴到 所以今天算是這個封面 跟封面中間的空檔 所以天氣真的是不錯的 今天帶來就是中部地北地區 因為溫度高的關係 中午過後可能會有一些 午後雷陣雨 南邊偶爾會有些水氣飄進來 所以南部地區會有些 局部零星的短暫陣雨 不過其他地區啊 都是維持情道多雲 天氣相當穩定的 不過這好天氣啊 大概就只維持一天喔 因為明天開始 下面這一波封面啊 就會南下影響到台灣這個天氣 可能又要轉為不穩定 有雨的天氣形態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 未來三天天氣的變化 我們看到今天啊 大概就是中部一北地區 注意一下午後雷陣雨 南部地區 偶爾會有零星降雨 其他呢都是情道多雲的天氣 明天開始 封面用南亞影響台灣了 所以明天降雨機率又升高了 封面預計會影響到 禮拜四 禮拜五兩天 全台幾乎都是有雨的情況 不過呢 這個溫度部分啊 雖然這一天比較高 不過四五兩天雖然是下雨 不過這溫度啊 也因為下雨的關係 就會稍稍下降 感覺上也不會這麼熱 感覺上會比較舒適一些 雖然下雨真的是很不舒服 不過大家稍微忍耐一下了 好 接著我們看到 馬克力區詳細的溫度預測 吉隆台北新北市地區 23到34度 降雨機率30% 好 接著我們看到 桃園新竹苗栗地區 23到33度 降雨機率10% 台中彰化南投地區 23到32度 降雨機率10% 雲林嘉義台南地區 24到32度 降雨機率10% 到30% 高雄屏東澎湖地區 23到31度 降雨機率10% 到30% 宜蘭花蓮台東地區 22到33度 降雨機率10% 到30% 好 最後我們看到 在外島地區 19到27度 降雨機率10% 到60% 好 今天溫度高 所以出門真的要穿短袖跟透氣的衣物了 但中午過後偶爾會有些零星的 午後雷鎮雨 提醒你稍微注意了 好 接著我們看一下 這個農民地的部分 今天是農民的4月16號 屬兔的朋友 特別小心跟留意了 今天很適合 像結婚 開關跟出圓門 都是相當合適的 祭祀跟祈福 可能要特別留意跟小心了 以上資訊就提供給你做參考 將現場交還給彥迪